汉朝时期,一位公主奉命远嫁波斯,肩负着巩固两国关系的重任,然而命运却在途中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,意外怀孕的她无法继续前行,只得在途中停留,开始了全新的生活,数百年后,这个因她而建的国度,竟然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,这段传奇故事究竟发生了什么? 汉朝公主是如何在一国他乡扎根,并最终让那片土地融入中国版图的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事说,公元一世纪,在中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上,有一处险要的孤峰,这里一手南宫,只能靠一个崖梯上下,孤峰上驻扎的是从大汉王朝派来和亲的使团,他们在途中遇到两个西域国家交战,为了安全,他们就选了这个孤峰暂时落足, 然而几个月之后,竟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事情,他们的和亲公主竟然怀孕了,和亲使臣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又惊又怕,他意识到,只有找到公主突然怀孕的原因,将这个罪回祸首交给皇帝处置,他们这些人才能有活命的机会,然而在他拷问了伺候公主的所有人之后,都没有人肯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, 这时候公主的一个侍女站住来说道,公主腹中的孩子是太阳神的,真的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吗? 这是玄奘大师在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的一个故事,想要迎娶汉朝公主的,是波斯国, 汉代的和亲政策是从汉高祖刘邦时候开始的,刘邦当年亲自率兵攻打匈奴,谁知道却反被匈奴困在白灯山,七天七夜都没能逃出,为了脱困,刘邦听取陈廷的建议,派人去贿赂莫独,阴魔独,蝉鱼的淹饰,阴烟之,蝉鱼的正妻,在淹饰的劝说下。 莫独蝉鱼将围困的大军放开一个小角,刘邦这才带兵突围,匈奴人也随后撤走,之后又有一个大臣楼敬向刘邦献祭说,如果把刘邦的女儿鲁岩公主嫁给莫独蝉鱼,那做了女婿的莫独,怎么好意思攻打自己的老丈人呢? 刘邦听后,觉得这确实是个好主意,就让手下大臣准备公主和亲匈奴的事项,刘邦的妻子吕后,听说这件事情之后,抱着鲁岩公主, 哭得死去活来,坚决不肯把女儿嫁到匈奴去,由于吕后的坚持,刘邦也没有办法,最后只能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女子,封为公主。 将这位公主嫁给了匈奴的莫独蝉鱼,从此开启了汉朝的和亲之路,直到汉武帝时,中原王朝才彻底打败匈奴,汉帝国也结束了屈辱的和亲历史,但此时实力强横的汉朝,却没有摒弃和亲政策, 而是用刺驾公主这个方式作为恩惠,以此来巩固王朝的地位。 当然,汉王朝自然也不舍得把皇帝的亲闺女嫁给一族,和亲公主一般都是从汉朝的宗室和宫女之中选的, 像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乌孙公主刘细军,是将都王刘剑之女。 我们熟悉的王昭君,就是从宫女中挑选的和亲公主。 西域有许多国家,为了寻求汉朝的知识,学习汉朝的先进文化,也会主动向汉朝请婚,请求汉朝赐嫁公主。 当时的波利拉斯国也是向汉王朝请婚的国家之一,波利拉斯国就是我们常说的波斯,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,里面也记载了这个国家。 当时的波斯处于安息王朝的统治之下,这个王朝在当时与汉王朝,罗马帝国和贵双帝国是亚欧大陆的四大强国之一,能与这个强大帝国结成盟友关系。 汉王朝自然十分乐意,很快便同意了波斯提出的和亲要求,按照惯例,汉王朝从宫女中挑选了一位女子封为公主,并为她配备了一个和亲使团,带上朝廷赏赐的嫁妆一起上路了。 波斯使者请求赐婚的要求得到满足后,便高兴地回去向他们的国王赴命,汉王朝也给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,选好了使臣和随行的护卫。 侍从等,良辰吉日一到,庞大的宋亲师团就从京师浩浩荡荡的出发了,公主车架走了几个月之后,好不容易来到聪领,帕米尔高原古代叫做聪领,眼看离目的地狠近了,谁知道却碰上了战争。 虽说汉王朝的和亲使团和交战的双方都没有矛盾,但是乱军之中,难保对公主的安危有没有什么影响。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,和亲的使臣便决定找个地方先躲避一下,和亲的队伍中也有训练有素的将士,他们仔细勘察过地形之后,选定了一处孤风作为他们一行人的避难场所。 这处孤风不仅占领高处,周围视野开阔,而且地势险要,要想登上封顶,只有通过崖梯这一条路,是一个一手难攻的好地方,使臣将大部队驻扎在山峰上,又派了几个小队在封下巡逻,确保万无一失,三个月之后,派出去的探子传回消息,外面的战士已经消停,他们可以再次启程了。 使臣听后如是重负,虽然巨手孤风不至于有安全隐患,可若是长期耽搁在这里,不仅不能及时完成任务,他们每天的饮食消耗也会是个大问题,得知可以启程之后,使臣便急忙来到公主的营帐,让公主的侍从收拾行李,准备动身前往波斯完成和亲使命,可是从公主帐里出来的侍女却面色为难地告诉使臣,公主怀孕了。 这个消息如同惊天霹雳,朕的使臣不知道如何是好,他回过神来,立即召集手下,将侍后公主的侍从全部抓起来,想要从他们嘴里知道事情的起因,几乎拷问了所有人后,却得到了一个让使臣都不敢相信的说法。 一开始,侍从之间互相埋怨,甚至推诿责任,在本来就不大的帐篷里吵成一团,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公主怀孕的缘由,这是公主的一个贴身侍女站出来让大家别吵了,说她知道公主怀孕的原因。 听到这话,原本闹哄哄的帐篷里瞬间安静下来,大家都伸长脖子,想知道这个害了整个和亲使团的人是谁。 侍女说,每天正午的时候,就有一个男子骑着高头大马,从太阳中下来和公主相会,所以公主腹中的胎儿就是太阳神的后裔。 这事情也太匪夷所思了,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,使臣叹了一口气说道,别说天神相会他们不信,汉朝皇帝更不会相信他们的胡扯,他们这些人想要活命,得找个让皇帝满意的说法才行。 这时又有人提议,说干脆一不送亲,二不回朝,就在这里住下来算了,和亲的公主在路上怀孕,还找不到孩子的父亲是谁。 对于和亲使团来说,无论是继续上路,还是返回汉王朝,都逃脱不了一个死罪,经过慎重考虑,又问过大多数人的意愿,使臣便决定就在这座孤峰之上常住,公主的嫁妆中,本来就有汉王朝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,就地建成对庞大的使团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很快,使团就在孤峰上建起了一座宫殿给公主居住,又围绕着宫殿盖了一座城池,奉公主和她肚子里的胎儿为主,在这里住了下来,后来公主生下一个漂亮的男婴,男婴被立为国王,也为国王年幼,就由公主设政,听说这个国王从小就会凌空飞行。 还能呼风唤雨,周围的国家听说之后,都来参拜这个国王,臣服他们,这个国家的实力也慢慢壮大了,到了唐朝的时候,这个国家仍然存在,公主生下的国王去世之后,他的国人把他安葬在附近大山的一所石势里,死去的国王就像睡着了一样,尸身也并没有腐烂,只是脱水缩小了一些,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木乃伊一样,看到国王的尸身不服, 国王的后人就用香花将尸身供奉起来,还实时为尸身更换衣服,戴戴不绝,直到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路过这里。 玄奘从印度返回中国的时候,曾在这个国家待了二十多天,大唐西域记中记载,这个国家的国王信仰佛教,称自己为至那提婆去亚罗,这个梵文音义,翻译过来就是汉日天种,也为建国是国王的母亲是汉人,父亲是太阳神, 所以汉日天种就是他们是汉土的人和太阳神的后裔。 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,这个叫切盘陀国的国家,王族成员虽然戴着方帽,穿着胡人的衣服,但长的却是一副中原人的面孔, 玄奘回长安之后没多久,这个国家就归入了大唐王朝的版图, 从公元一世纪到现在,帕米尔高原上的切盘陀国已经经历上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, 昔日那个太阳神之子已经不见踪迹,但是当年的古堡却仍然屹立在那里, 在今天的喀什塔什库尔干县城以南约七十公里处, 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卡拉基峡谷,明铁盖。 这里有一处海拔约四千米的高山,就在这座高山上,有一座当地人称为克兹库尔干的城堡, 克兹库尔干的汉语意思是少女城或姑娘城,但是当地人更愿意把它称为公主堡, 他们之所以叫这里为公主堡,就是因为当地人认为, 这里就是切盘陀国那个汉日天种传说中汉土公主避险住过的地方, 从地理位置和古堡周围的地势来看,这里确实也和传说中的那座孤峰比较接近, 公主堡所在的山峰非常陡峭,只能沿着一条由碎石堆积的山路向上攀爬, 上到峰顶之后,周围的地势一目了然,山脚下数百米处, 两条河流在此交汇后一路向北流去,公主堡则位于孤峰的西南角的高地, 从上路上来之后,想要登上峰顶,还需要通过一个压口,压口的上方, 就是公主堡的城墙,如果有外敌入侵, 聚守城堡的守卫从城墙这里投下滚石,再加上弓箭, 就能轻松的击退来敌,通过考古学家的探索, 也确实在城堡中发现了用于攻击进攻者的类石堆, 而且城堡中还有成员,地学和时事等遗址, 也验证了传说的真实性,但是也有学者认为, 这里也有可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防守要塞, 这里除了有一手南宫的优势之外, 还是古丝绸之路连接南北的一处要冲, 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南道还是北道,都要从这里进入葱岭, 也为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,从南北朝开始, 这里就是一处军事要塞了,直到清代, 这里仍然有守军镇守,而且据当地人说, 公主堡中有一棵小树,就是当年的公主栽下的, 可是根据树的大小来看,实在不像是一棵千年古树, 窃盘陀国却是存在过, 但是公主生下太阳神之子的传说, 应该是当地人的一种美好想象, 就在玄奘进过窃盘陀国之后没多久, 唐王朝的军事势力就穿过葱岭, 一直延伸到了中亚地区, 唐开元年间,公元713至741年, 朝廷将这里纳入安息都护府节制的范围, 在这里设立了聪灵手桌, 这也意味着,这里从此就是中原王朝的领土范围了, 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历史悠久, 因此在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动人的传说, 哪怕是山间的一块石头, 聪明的中国人就能够根据它的轮廓, 演绎出一段传奇的故事, 更何况是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的古堡, 除了地形地貌的原因, 古代朝代更迭的时候, 夺得政权的皇帝为了证明自己天之骄子的身份, 也喜欢人为的把自己带入神仙故事之中, 像汉高祖刘邦的斩白蛇, 武则天说自己的弥勒佛转世一样, 切盘陀国的第一任国王健国士, 也为强大的汉帝国是西域各国仰望的对象, 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有的太阳神崇拜, 这才让他们编织出一个汉日天种的传说,